我现在上了一辆免费的出租车 Why is free? He says you are our guest 你好 I'm sorry if I disturb you In Afghanistan don't worry about food People are very hospitable and they are going to serve you 这里是卡布尔的市中心 这里是阿通做的视频 现在我在阿富汗的卡布尔 我的24小时不花钱系列呢 在这个视频里来到了卡布尔 现在是上午的9点多钟 一直到明天的9点钟 我都会以一个不花钱的状态 在阿富汗的卡布尔呈现 我在这里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卡布尔 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阿富汗 它成为了我的抵达的第129个国家 我是在三天前 从塔吉克斯坦陆路入境来到了阿富汗 刚早上的时候是坐车 刚抵达卡布尔 这是在卡布尔的北边的一个车站附近 现在就是沿着一条街道往前走 我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在哪里过夜 今天刚开始 然后我到了一个加油站 本来是在这边那个上见一下厕所 但是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 他们都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刚才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用翻译软件聊天吧 有离线翻译软件那个谷歌那个 就大概觉得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晚上如果没有地方去可以回到他们加油站这块 就他们这儿就是里边过夜他们里边有床铺可以扎营 我觉得在阿富汗你不管你是骑醒啊或者是背包搭晾篷 如果晚上没有地方去可以在这加油站问一下他们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主要是马上来玩 是马上去岁月圈子的 在这边推荐博家里边的 他们对是马上去山东西 有的人给了我一团铺子 这是要跟我合照的 现在又遇到了让我拍照片的人 他们或许是享受这种感觉 Hello Hello Hey can you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 Yeah phone number Yes Could be Okay Yes yes Hey you should go to Sholana or Davon Sholana Yes Sholana is a city right Yes it's a good city 现在是大家中午的12点钟 刚才在coach surfing上 有一个人给我发消息 他说想加入我的24小时不花钱 他是阿富汗当地的 他很想参加 现在我就在这边等他 是吗 No No The new friends have come Actually I traveled 12 kilometers for him Why do you want to join this event? Because it's an adventure you know And I was off from work today So that's why I decided to take part with you The new journey And actually the idea is so amazing you know 24 hours without money Yeah Did you eat already? No Me neither I'm getting a little bit hungry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m sorry if I disturb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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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fghanistan don't worry about food you know People are very hospitable and they are going to serve you są 準備有一个中国船 进过的现在是 啊 a 跑又走的挺快的 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的目标就是走一万六千步 就感觉他挺兴奋的 而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运动体验 因为那个哥们走的太快了 然后消耗了我很多体力 然后整个视频拍摄的节奏就跟着他走了 你好你好 然后我现在就很累一点 就是需要点能量 然后他就竟然直接去就是卖炸薯条的人 就直接就过去问能不能跟我们一块炸薯条 然后但是我们不怕钱 然后那个人真的就答应了 I'm very touched You are a gues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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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不会这样写取药 我可能会寻找一些别人可能浪费 极限浪费药的食物 可能我这朋友他有自己的理解的方式 这也侧面反映了当地对客人的一种方式 I will give only one thank you I will give only one thank you I will give only on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will give only one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当地这种卷饼 它里面会放一些土豆 然后还会放一些沙拉 就是在阿富汗比较平常的一种食物 如果你买的话其实也不贵 大家就三四块人币就能买一份而已 我还没吃完 然后这朋友开始祷告了 这里是卡布尔的市中心 这里是卡布尔的市中心 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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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茶的热水壶 他先把茶叶放里面 然后再浇上热水 这是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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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糖果甜点 鉄 kwt 就是有糖 currency 我可以 你来吧 我能送刘 多游算 在 маг东 Dash 你roz谷 你跟蹤蹤跳 她在跟蹤蹤跳 来,来,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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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样一个可能当地人禁止去演奏这样的东西的地方,就是很感动,很触动,特别快乐. 哎呀 不經原因阿倪 哎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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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家八一家 BAR 八一家八一家 THENGO MOUCH'A ample 八一家 THENGO MOUCH'A ample 现在我们在一个出租车的集散地 我那朋友他说他想尝试免费搭乘出租车 我现在上了一辆免费的出租车 我那个朋友就刚只是跟他聊了大概十几秒钟 那人就答应让我们免费搭乘出租车 我告诉他他是一个游客 他在试试免费用24时间 不需要花钱 他说来吧,我会帮你 哇 我可以问他为什么他接受 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宝贝 哦 现在是到了我朋友他朋友家 这一切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就是客人来了之后他们通常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家端茶 嗯,然后还有这些小吃这一圈 这个是很,就是当地的一种东西 在中亚,在南亚都有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黄的,像豌豆一样 那阿富汗的朋友一开始在打抱 一天打抱五次 我会给你一个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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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是那朋友他明天突然间有事儿 叫横岛要去上班 然后他就再次退出这个24小时五花钱 可以说在阿富汗当地的文化 就是对客人一定要照顾到最后 就是那个意思 然后他就给我达了一样出租车 就让我回到市中心 通常我是不接受这种的 但是今天的24小时五花钱非常特殊 让我也侧面感受到了当地的一种代客之道 对客人的一种文化 我现在在回的加油站 我上车的时候说要不能用囊 就是我的朋友给我的囊 换一张车票 车票应该就几块的人币吧 他们说后来说不用了 就直接让我免费坐了 然后现在在姑娘的车上 马上到我早上逗的那一家 我这样 这是早上的时候我经过的那个市场 我进去 哈喽 嗨 您先按订阅 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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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很快就发生了反转 不一会儿呢 他们加油站的经理突然间出现 他不同意我在加油站里过夜 我说那好吧 我就去附近搭帐篷 他也不想让我去附近搭帐篷 他说他担心我的安全 于是他就找到了附近的塔利班士兵 让他们接受我 我说我不想再麻烦任何人 可是他当时已经把士兵叫了过来 然后塔利班的士兵联系了他们的领导 他们执意要把我送到一家中国民宿 我解释说我在拍24小时不花钱 他们似乎无法理解 之后我就只好说 我那天我不想花钱 他们说出于保护我的理由 不能放我自己走 最终他们商量了一下 要把我送到卡布尔的塔利班中心 他们说是出于保护我的理由 我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 在最初的时候 他们说要在检察局里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让我在那里待着直到天亮 但是我到了检察局之后 发现并没有那个房间 我只是尴尬的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 当时有七八个警察围着我 都非常诡异的看着我 当时他们允许我使用手机 我就立刻拨打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我跟他们通告了我的姓名 护照号 我现在人在哪里 也解释了一下我当时的情况 当时中国大使馆也跟我说 我可以去在卡布尔当地的中国的民宿 我没有跟他们解释说 我在拍24小时不花钱 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我当时只是想尽快地出去 我之前入境阿富汗的时候 当时认识两个旅行者同伴 他们当天晚上也在卡布尔 检察说我必须给他们一个酒店的地址 才能最终把我放走 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我朋友在的那个酒店 最后他们把我送过去 到了那个酒店之后 检察就说要给我开一个房间 我说先不着急 先等一等 我和他们说了几句好话 把检察他们打发走 然后再开始跟旅馆解释说 我在做24小时不花钱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空地 让我打掌扑 他们呢不同意 我没有办法 就只好再回到街头 在楼下跟一个检察站里的士兵解释 问我能不能在他们检察站门口搭帐篷 离馆里当时有一个回应雨的当地人 过来也帮我翻译 最终的解释成功 检察站的士兵 同意我在检察站门口搭帐篷 这个经历呢 一波三折 在阿富汗搭帐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即便是在城市里 你也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通常可能需要你做很多的解释 你或许也有机会在当地人家里借宿 后来包括我本人和我朋友也都曾经有过在阿富汗当地人家里留宿的经历 再回想那个当时不同意我在加油站留宿的经历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敏感 担心出什么问题 所以他在执意把我交给塔利班的士兵 现在是新的一天 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8点56分 马上就要结束这24个小时 然后我经过了一家卖囊的店 他们在这里做囊 然后他们邀请我进来 看看他们怎么做囊的 现在是当地时间 2020年10月20号的早上9点02分 距离这个24小时不花钱呢 已经超过了两分钟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不同于过往的24小时不花钱的经历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等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以及美好的晚上 这里是阿富汗的卡布尔 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好大费 好大费 好大费